6月18日晚,被誉为东方孔雀公主的杨丽萍现身江西南昌出席其最新舞剧《孔雀》新闻发布会。 当天,以一身混搭民族丰富式亮相的杨丽萍协旗外甥女采琪出现在发布会现场。 当看到现场来了近百名喜欢舞蹈的孩子时,杨丽萍显得颇为高兴。 杨丽萍还在现场寄予孩童,希望孩子们在成长的过程中仔细揣摩舞蹈跟生命的关系,用舞蹈领悟生命。 舞蹈领悟生命。舞蹈领悟生命是一个可以跟生活的情况下, 然后也给你收获感情收获很多。 对我们的自然,对生命,对生活的感受感悟。 所以希望孩子们能够在成长的过程中仔细地去採用舞蹈和生命的关系。 据了解,大型舞剧《孔雀》19日至20日晚将在江西艺术中心上演。 该剧是杨丽萍40年舞蹈艺术的精粹和一代舞神传奇艺术生涯的提炼会节。 自2012年8月首演开始,已在中国30个城市演了近100场。 南昌是今年巡演的第六战。